世界上有一种人 背负着培养人才的使命 永远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 永远用宽容的心态面对学生 去挖掘每个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默默耕耘 不求回家 这种人叫做老师 制作这影片的目的呢 是希望校长您在将来的60岁40岁80岁的时候 每当你在播放这影片时 都能够深深的感受得到 我们此时此刻对你的不舍 对你的爱 对你的祝福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听一听每一位老师想对你说的话 祝福每一位学生想要传达给你的心声 敬爱的学生想要传达给您的学生想要传达给您的学生 和老师们和老师们早想 祝福每一位学生想要传达给您的学生 这段日子以来非常感谢您的资格 在这十二年零十六月的日子里 祝福每一位学生 然后永远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校长真的很舍不得你 自将要离开我人 等于是我 他入社会 第一个遇到一个最好的女人的上司 是你把我带进教育节 父子的节在这个教育节里面 已经有入零了 真的很感谢你在这一年 来跟我的关心 照顾和体谅 最后我希望有个父父您在退休后的日子 能够获得多姿多彩 也祝福你身体健康生活很快 就让一切因为你 因为我 感觉和更不同 就让一切因为你 因为我 世界上能更多 快乐感到为你 因为我 校长谢谢你这几年的照顾 真的很谢谢你 从你身上真的是学到很多人 然后 我知道我还做得不是很好 可是我们继续努力 然后就校长 给我们新开了 然后校长就先看看 听听答案 拜拜 校长我现在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 你工作了那么多年 现在终于可以退休了 我觉得很替你开心 而且我很佩服你可以 一直那么用心的 在这个教育街上服务到现在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像你这样 真的是教到像你这样的年龄 才退休的 那么还有一方面 我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很不舍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 要很好很好的校长 带领我们 一直叫我们东西 我刚进来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不懂 可是你还是一直一直这样 没有放弃我们 当我困难的时候 你真的是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 如果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也很 我也很敢去告诉你 我知道你一定会帮助我们 那么现在你就要退休了 除了先向我最大的祝福之外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能够说些什么 想当年五年前 我进入这间学校的时候 我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 可是那时候你就告诉我 我是不会那么让 那么勤业让你去转校的 那时候觉得 怎么这个校长得那样的 可是我很开心地告诉你 在这五年来 我从来没有申请过 要离开苏比东华校 那是因为校长给我们一个 太好太好的 你就像一个学校的一个 大家长这样 带领我们 而我在你的领导校 做一个感觉 是非常非常无许 我非常非常希望校长 在这时候生活是非常非常愉快的 校长祝福你 也谢谢你 然后我会教教你 校长你好 昨天一天又到了你 龙修的日子了 在我在这学校十年里面 多谢你把我带入教育界 真的很感激你 因为我有一位这么好的校长 在推出后 我祝你龙修快乐 健康 开开心心的一天 谢谢你校长 嗨校长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 属密东华小是一所非常有福气的学校 能够来到这里之间的老师 一定是重玩了满满的幸运 与福气才能够被派来这里 在这里呢 学校就好像我们的家 学生就好像我们的孩子 老师之间呢 就好像兄弟姐妹 儿女就好像我们的妈妈 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在这里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 在这里六年了 只有我一个是外地的老师 很多人网友我 已经六年了 我学生了我们的小三小学家乡 而我每次都跟他们说 因为我在学校过得很快乐 很开心 但工作完全没有办理 校长祝福你 希望你可以学后每一天都会 会得很开心 很好的校长 如今你要退休了 新装虽然是很快学的 可是还是要送上我的制服 祝你生日快乐 退休快乐 谢谢 祝你生日快乐 手轲轲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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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Maying 月經營 家人 家人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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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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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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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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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眼前 說再見 再見 不會太遙遠 想離別 離別 雖然在眼前 說再見 再見 不會太遙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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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